昨晚大家聽我唱了歌都知道我很興奮 當然是沒辦法掩飾我這種心情 因為竹總盃決賽2017是免費直播 其實我是沒有落視了很久 所以這場決賽其實我也在苦惱怎樣可以看到 直至到有個新聞說到他們說沒辦法播 其實對我來說是沒有影響的 我是繼續在想辦法怎樣去看 結果東章西網的男主播說是無線得到直播權 基本上大家都跳起來了 非常之開心的事情 預祝大家有一場精彩的賽事看到 約定大家是12點半的 當然很多朋友問你會不會做直播聲音的評述呢 近期我去到逢是12點半1點的時候 我就很硬睡 其實我就難保我那場賽事 我們看得下會睡著覺的 雖然應該會很興奮 未必會睡得著 但應該是沒甚麼精神的 如果要我講完的話 我看來真的是一個非常苛求的事情 其實近期都知道我的直播通常都是7點長次才會做 這場決賽的直播有粵語評述 大家可以先聽一下萬能鐘的評述 先看看他們還會請甚麼人去講 可能是丹尼爾或者會不會蔡玉瑜都會下回來呢 因為樂士那邊就沒有事要做了 另外何輝會不會來TVB講呢 都很可能會的 如果何輝是直播去評述這場賽事 相信大家都不需要聽我說了 聽回香港來說是最佳評述員和何輝講 如果大家真的這麼支持我何輝想聽我說的 就可以聽聽這條片的賽前預測 當然我都會即將做賽後評 相信星期日早上大家會聽到這場賽事的賽後評 當然星期日我很忙的 因為我還要講德國杯的是決賽賽後評 以及西班牙杯決賽的賽後評 所以星期日那天大家有很多東西可以聽 講到竹總盃 那今場賽事是怎樣預測呢 我們先看看車路士的陣容 車路士當然一定會出三中堅賞式 應該是無可置疑的 暗停案的WAR 沒有可能不是這樣做 車路士的陣容裏面 其實雙兵可以說是沒有的 基本上也沒有人要停賽 你說出回古圖爾斯卡希爾 大衛雷斯 艾斯帕麗古達 摩西斯 馬高亞朗素 馬迪 簡迪 柏道 哥斯拉 哈薩特 這些球員一定縮矮仔 駁你弓出來 他再打個反突擊上去 整季車路士的運作都是非常流暢 兼快速 我們講過了 車路士在季初沒有辦法主攻 因為沒有這個進攻中場的位置 結果干地用了三中堅這個陣式 令到整隊球隊拉了下去 較深的位置上面 讓對手攻自己 讓對手走前些 上前些些 令到自己不需要再主攻 當不需要主攻的時候 就可以打反擊 他們前場的攻勢很簡單 五至八秒內其實一定要射到球 這一個是干地的套路和指令 馬迪、簡迪搶到球 就加一個很長的地球上去找哥斯拉 哥斯拉頂住對手的後防球員 位置大概是在中圈再前些些的位置 把球回了後面 這個時候其實哈薩特、柏道就接應了 他們其中一個接應之後就可以看到前面 另一個高速的翼鋒就跑進去、插進去 這樣就打個反擊上去 打了反擊上去 其實他們已經三秒內立即射球 這個攻勢完了之後 對手又拿回球 又攻回 你又等待下一次的反擊機會 整季車友士都是在做這個動作 差不多到季尾其實都沒有什麼球隊 他們是看通這一點 而且是對於車友士有個相應的部署 而我在貴中的時候我已經是講過了 是有方法對車友士的 就是你都向後屬 你都對著他們就不肯 和他們玩一個假的對功 當然是可以制衡一段時間 不過說到底 夏薩特、柏道和哥斯拉的級數 始終都是比英超的其他十九隊球隊 都是要高級數 所以說到底 車友士拿這個冠軍 當然其實是不出奇的 也都是我九月已經是 預測車友士拿冠軍 聽完車友士的戰術、打法和陣容之後 大家都會明白一件事 就是若果你主攻他們 你就輸九成了 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你都縮後 鬥心的防線 用它同樣的方法去打回頭 形成假對攻的局面 我就排了一個阿仙奴的陣容出來 而這個陣容就是輸硬的陣容來的 首先我讀一讀給大家知道 首先你前方出基奧特 其實這個情況 大家聽這個是3月至5月的這段時間 我不斷說的了 只要阿仙奴是要打反擊的比賽裏面 出基奧特就輸硬 其實有很多朋友都已經是因為這個理由 聽完我之後是贏了錢的了 好了 這場賽事來說 如果你是出基奧特主攻 輸定了 加上如果你主攻 你又會出一些翼 好像和郭特這些 完全是沒有整體意思的球員 還有一個很大的關鍵 就是你留意到 阿仙奴和車路士在聯賽的對抗 有一個很大的分野 就是那個對抗性 身體的硬正程度 所以阿仙奴的中場球員 是必須要囤積多些硬正的球員出來的 這個下卡我相信一定要上陣 其實還有一個防中應該是戈幾年都要出的 但如果他要踢這個主攻的話 其實他們又會出藍絲 所以如果又出藍絲 又出這個下卡去配搭的話 其實那個硬正度在中場來說是不夠的 應該要出這個戈幾年 另外 後防線來說 這場賽事 阿仙奴可以說是很大的問題 首先他們的隊長 哥斯尼 因為在對愛華頓那場賽事 是有一個很嚴重外眼的動作 紅牌出場 結果是罰了三場賽事 也都包括是罰了這一場的捉總盃決賽 所以他是不可以披甲上陣 屋留兼逢連夜雨 另一個中堅的球員加比爾 對著愛華頓那場賽事之後已經宣佈修裂 已去到八月多才可以上陣 那就是說 沒有了哥斯尼 也都沒有了加比爾 正選的陣容有什麼人可以出的呢 就是剛剛病好了的梅斯達菲 不知道他的狀態怎麼樣 其實病了應該很難可以訓練的 這段時間不知道他的狀態保持得怎麼樣 另外可以選擇的就是 都令人不太信賴的賀定 所以呢 就是阿仙奴的防線是不完整 加上如果主攻的話 防線受壓 打這個被人打身後呢 是更加麻煩的 好了 如果主攻分析真的是輸 那轉回三中堅又行不行呢 當然不是不行的 首先你可以聽一聽我說 看一看畫面 現在就是三中堅的這個陣容 當然韋碧克是要正選 當然不可以再出基奧特 也會出現奧伊斯和山齊斯這些球員 中場來說呢 我都講過了 你必須要出戈基蓮的 就不應該出藍絲 戈基蓮和這個下卡 一定要在正選陣容 是用來對抗性的硬正度的 右閘方面是非力蓮 中堅其實出進的話呢 就是賀定、梅斯達菲、蒙尼爾和葉比斯的 OK 好了 這個陣容來講呢 看來不是不行 看來不是不行 是一個可以讓他們縮矮仔 鬥回心條防線 後面團職多少少人 這樣的做法 這樣當然不會這麼快輸的 這樣做法是 可以是對抗一段時間的 我覺得三中堅是一個考慮的方法之一 但其實也有一個隱憂的 就是因為這場賽事 雲家的阿仙奴是不夠中堅 如果不夠中堅 你也要踢三中堅的時候 你可能會出了一些不夠級數的中堅 例如賀定這些球員 所以到最後我是為雲家想了一個戰術 是什麼戰術呢 就是其實你可以踢四個後衛 大家又可以看一看那個鏡頭 如果你出四個後衛 比利連右閘 梅斯達菲當然要正選 可以出蒙尼爾打中堅 蒙尼爾其實都試過打中堅 近期 也可以上傑比斯打左閘 中場來說有一個好處 為什麼呢 你可以出了夏卡和哥基連 以及也可以出了一個有級數的球員 藍絲出來 但是如果你是出三中堅的話 其實你要放棄藍絲 所以如果出四個後衛的話 其實你可以出三個防中 藍絲是其中一個 超級連結人可以上奧斯爾 這個沒問題的 另外前鋒來說 出兩個 山齊斯、韋碧克 那就OK的了 我覺得這個陣式其實你可以參考 其實曼聯對著亞瑟士那場賽事都是這樣做 另外這個王家馬德里、薩科戰 對著馬拉加同樣都是這個 4、3、1、2的陣式 你只要叫球員縮回後一點點 不要上去攻就可以了 而其實這個陣式你要攻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你沒有拉邊的球員 是沒有辦法用盡球場的闊度 沒有辦法用盡球場的闊度 你只可以在中央突破 中央突破通常都是反擊 還有要短時間內做到的 這個只要 運家是清楚叫球員 鬥心點、縮後點 還有只是打5秒內的反擊 基本上亞瑟士不會主攻的 不會主攻的話 亦都可以和車路士擴行一段時間 不會說是滿場禁法就輸了 好了 當大家都理解了兩隊應該要是怎樣出 才會成為他們的最佳陣容之後 節目就到下一部分了 當然又要叫一叫我們的電腦FIVA 17這個系統 預測一下如果車路士踢這個是343 對著亞瑟士的這個是4312的陣式 去到最後哪一隊會贏呢? 電腦分析到兩隊球 要憑借著互射12碼才能夠分勝負 大家看著那個電腦的互射12碼模擬 就一直聽我的沙盤推演 我對這場賽事的沙盤推演 其實我是認為兩隊都沒有什麼可以做 因為當兩隊的最佳陣容 放了出來最佳策略都已經是放了出來的時候 其實都是要打這個 是穩守反擊的 那就是兩隊線一隊轉做主攻 都不會是上風的 只會更加下風 那所以呢 不變應萬變就是兩個教練 在這場賽事裏面會做的事情 那你說在比賽的流程上面 會不會有起到變化呢? 唯一就是需要一些球證的協助 球證如果是一個判決令到 事第一隊有個12碼領先左呢? 那可能落後那隊就要轉做主攻 那當然要講到球證的協助 其實機會就不是很大的 那所以估讀論怎樣都好呢? 一路打都會假隊攻 都會繼續是穩守反擊 兩隊都是條防線是鬥心一些的 那過程當中呢 奧斯爾這些可能會疲少少 那應該會是將百倫入體 繼續和山齊斯和韋壁克一起組織 就是一個快速的進攻策略的套路 那你說基奧特銀河唯一 可不可以上陣呢? 那問題是可以的 何時上陣呢? 你等到下半場或者尾段的時候 兩隊的體能和速度都有所下降 基奧特進來 體力充沛 速度上追得上場賽事 便可以上陣 其實我永遠都不會歧視基奧特 只不過你必須要在一個適當的時候 你上基奧特才會有相得益彰的效果 否則其實你是害了基奧特 亦都會令到自己是自殺的 那反過來車路士 其實同樣都會繼續不變應萬變 他們將會用這個三中堅打下去 過程當中 他們可能級數上面 是會有常風射門 我都肯定覺得他們是會多些少的 那去到最後可能 這個馬迪是會有些累的情況 那這一個就是 可能會換費比加斯 另外可能拍到放到差不多 也都會上這個位置 你安出來 但是達德來講 其實兩隊的打法 去到最後都不會有什麼大的分別 那電腦現在就預測 這個車路士是贏了這一次 是互射12馬的過程 如果你問我 阿仙奴可不可以在90分鐘之內 或者120分鐘之內 贏到車路士呢 我可以回答你 這個機會實在是微到不可能 那你說有沒有可能可以拖到下去 去互射12馬的階段再看一看呢 那這樣就不是不行的 不過首先 雲家呢 是要做足我教他的每一件事 首先就是出一個呢 就是 4 3 1 2的反擊陣式 不可以出基奧特 最緊要出就是 下卡 哥基蓮和藍絲 三個逢中 這個是首先的先決條件 第二 我們會知道其實車路士的實力 始終都在這個阿仙奴之上 就算是大家踢假對攻 希望互相制衡都好 其實車路士的射門次數 怎麼都會高過這個阿仙奴 那所以呢 雲家就必須要求神拜佛 希望幸運之神 是偏袒他們 令到車路士的射門 絕大部分都會被獅子救到 還有呢 如果獅子真的救不到也好 車路士都會自己 是中微中柱才行 那如果車路士多出來的射門 是中微中柱 和獅子是完全上身 救到的話呢 或者真是可以拉到射12馬的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個過程了 但是如果雲家真是傻仔 賽前的是正選陣容 我們見到雲家出機都可以 不用想 車路士上半場就可以領先的了 如果雲家OK了 他聰明一點 不過呢 就出三中堅 就出藍絲做這個中場的話呢 那就下半場車路士可以領先 我講過一定要出哥基連下卡 和藍絲三條一斤 三個房中才行的 好了 如果雲家做到我以上所講的 這些陣式上面的沒有缺陷了 但是幸運之神沒有偏袒他們 幸運之神很公平 車路士多了一些射門機會 而且他們呢 是沒有這個運氣的問題 把握到的話呢 車路士就可以在120分鐘之內 就解決壓仙路 好了 如果雲家真是沒有做錯陣式 一堅甲有幸運之神的協助呢 那就可以拉到去互射12碼 你可以知道 雲家要將賽事拉到去互射12碼 其實那個機會率已經是要過很多關 那就是說是很低的了 去到互射12碼 那就是說 你蓬佩的機會率呢 是還要除二二 那我相信這個數字 可能是會貼近這個光管 零點零幾那些 那些被人套那些的數字 那 去到最後呢 我嘗試用一個另外的角度 去講一講我怎麼看這場賽事 那很多人都會覺得呢 這場波 其實是直接影響了雲家 它能否是續約的一大關鍵 贏了的話呢 當然可以續約啦 輸了的話呢 可能真的會不行的了 但是 你近期聽過雲家那些言論 那些什麼語言藝術 你就知道 即使它壞了 沒有前四了 它都可以講到自己很委屈啊 已經有進步啊 不關我事啊 卸博啊 推堂啊 這樣 還講到說 今屆的成績這麼差 是因為我遲了續約影響上軍心 即是可以後面疲到這樣的情況呢 即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場賽事的勝負 其實呢 嚴格來說 是和雲家是否續約呢 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在雲家的立場來看呢 這場決賽說不定 只不過是勵行公事來的 再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